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到COCO的頻道 今天有一點不同 就是因為我是用廣東話來跟大家錄這個視頻 因為平時我多數用的都是國語 或者現在最近有新上次 是上次用英文來跟大家錄這個視頻 也歡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視頻的話 我下面也可以有Like、Subscribe和小鈴鐺 麻煩你們也用你的寶貴的手指來幫我按一下 也歡迎你可以關注我的Instagram 可以隨時跟我有互動 和我一起留意最新的分享 也可以在我的YouTube下面 歡迎你留下你的寶貴的意見 我們立即開始今天的開箱吧 你們看到我今天的衣服 的耳環 其實也知道我今天要分享後面這個牌子 就是HERMAS的 我對這個牌子的忠誠度 我想也很高 因為如果你有留意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其實我也很喜歡分享這個牌子 也是現在我們年輕人 或者是有少少年紀的中年的人 都很喜歡的一個牌子 對於他的問題有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 你們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也很開心可以回答大家的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個牌子的 會開箱 把它搬進來其實也是很大的一個盒子 今天分享也是少少的 因為我也是分享我最近買的東西比較多 那我們首先來開箱 這些小的東西 如果你有熟悉這個牌子的話 其實你可能也應該大概猜到它是什麼 那我們開箱 這兩個這麼小的盒 大概應該大家都猜到它是什麼 我們先看看這個 其實你看到這個盒 也應該大概猜到它是一條絲巾 那就是一個我其實很喜歡買Hermes的絲巾 那一種類型的 那我們之後也可以再做多一期的分享 就是專門講Hermes的頸巾絲巾 那這一條就是一條白色的絲巾 那其實其實呢 對於Hermes的絲巾 我這個尺寬就是90x90 就是一個四檔巾來的 其實都是一種Jonny Hermes的刷片 因為它的工藝 因為它的圖都是硬直 就是它的外在令到我的吸引 令到我去買回來的 我這個就是一個很熱的 其實也斷貨了很久的時間 我找回正面給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飛馬的圖 它是在巴黎 即是法國 它其實有法國的圖片也在 剛剛拍到它是 整個城市就好像是 有隻雅的圖案 我之後可以安插一張照片 讓大家簡單地看到這個 其實它的絲巾 無論是它的材料 它的質感 它的印象 都是我很喜歡的 這個很認真去推介大家 因為其實它這個 這個圖片其實有五個顏色 但我比較選了這個白色 我給大家看看 我今天這件衣服也是Hermes的 應該是兩年前的款式 我平時自己很喜歡穿 這些素色的衣服 但是很多人覺得它可能比較老成 這種衣服 但其實它真的 這件衣服真的很百搭 而且你 一件衣服 如果是Hermes的話 其實它的價錢 可能跟某些大牌子 都差不多 我就是很推薦大家買的 那你看看 我先拿了頭髮出來 其實白色 真的是一個很適合OL 平時上班的 或者好像比較斯文 類型的 那它配搭 我覺得是很百搭的白色 就是很很很推薦大家買 而且單價也不貴 絕對是所有年輕人 都負擔大的價錢 那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print 它的 其實我現在太講 弄得不是太好 它其實戴著 其實是真的 很馬上變成一個 我剛才這麼隨便的錄 變成一個比較 斯文大方一點的錄 那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買 那我們第二個要買的呢 它開箱就是這個 這個這麼小的盒子 是什麼 是皮帶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打開它 其實Horace的皮帶 我自己是很喜歡買的 因為其實它好像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真的可以每一天都用 而每一天去百搭 那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去買 還有單價來說 對於某一些其他的大牌子 D開頭或C開頭的牌子 其實它的價錢真的不算太貴 很推薦大家去買的 那我來看看 這個呢 它每一條皮帶都是跟著這個的 它的防塵袋 那另外跟大家推薦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用的 就是這一種的防塵袋 其實你可以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那就是你可以裝一些 唇膏、電話、鎖匙 那就可以挖回來那個袋 所以我很建議 你們也可以去多勿 去運用這個防塵袋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KERRY的 玫瑰金扣的皮帶 那它這個有什麼好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它是一個 玫瑰金扣來的 黑色的皮帶 那它裡面就有配搭了它自己的 各一種的啤色 那這個呢 它其實是沒有 我喜歡它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它這個扣 那它就是最經典的KERRY扣 襯我們的KERRY袋 是不是 那另外我最喜歡它這個 就是它沒有腰圍的限制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即是無論由你腰圍70 去到120 130 時日都可以用到的一個皮帶 那給大家試一下 那我今天就裝了一個製褲 那它怎麼開呢 就是把這兩個扣 兩個旁邊的一個 有兩個皮的扣 可以用到的 那你就把它向後移 向後移 那它就可以把皮帶這樣 來變得很大條 有沒有看到 沒有得條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來用 因為其實我這件衣服 今天是我這件是鬆身的衣服 所以我們可以試一下 把它調小一點點 這樣去上映給大家看 那我之後會不會嘗試想方法 是可以有全身的VLO去拍給大家 即是全身是 不是brand new 是全身 是很 整個新的可以拍給大家看的 對 那可能要再調小一點 其實大家有沒有一些好的Harmes的皮帶分享 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的 或者其他牌子的皮帶分享 都歡迎你們跟我一起交流 告訴我 我們現在縮小了 是不是 我們夾了這件衣服 那它就是一個這樣的位置 我做得太順 大概 那它其實整妝之後 然後呢 大概會是這樣的樣子 好 那我們就離開箱最後這個盒 這麼大的盒 那是否有些雌層的相性呢 大家看看那邊 因為其實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或者你們對我誤解 那我是一個比較喜歡 如果很喜歡很喜歡 每一件東西的話 我是一個會重複重複買的人 即是很怕之後買不到 還有一些東西 並不是很容易走進店裡 有錢就買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會很想把他們拿回家 那就是這個了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是什麼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剪開它了 我不知道在其他國家對這個東西 容易買嗎 因為其實在我的消息裡面 這個東西是真的全世界都不太好買的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但是這個牌子就是 屬於油 就買回家了 好 那我再開它 這個呢 那我先開一下 看看 喔 開到了 那就是一個桶 這個就是HORAMIS的桶 這個就是HORAMIS的桶 又回到之前的問題 它就是一個很難拿出來的桶 那我又給點時間了 因為其實它這麼大 真的需要到少數時間 哇 哎呀 出來了 我們的Berry出世了 哈哈 And other time HORAMIS的桶 HORAMIS的桶 是這個了 沒錯 又是一個這麼大的HORAMIS桶 那跟旁邊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尺寸 我先放給它 好了 那它終於就出世了 那就在這裡 那其實呢 它們兩個呢 是一模一樣的尺寸 一模一樣的顏色 那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就是 我覺得 第一這個東西不容易買 第二就是 其實它真的有很多用途 因為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我的兒子 就有非常多的玩具 那它作為一個收納的桶 專門拿來放的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選擇 你之前沒有看過我的影片 那我可以再幫你開一次 那其實它這個東西 是真的有點難開的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作為一個擺設也是很好的 那它又 撕開了 那我們就從這裡來撕開它 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我是可以整個人進去的 那你們就看到 其實它 它很輕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大的桶 但它很輕 它其實是HORAMIS拿來 因為你們都知道 HORAMIS除了手袋之外 其實它 最初起家 是做馬的用具 就是當日是高級馬 那它是做馬的用具 那這個就是 一些馬 的 裝置料的桶 所以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木的桶 那它單價也是不貴的 那如果你可以買到的話 我都非常建議大家去買 就是拿去回家 拿來做一個Lighting Table Coffee Table 或者是作為一個 你可以當是垃圾桶的 的一個桶 那我也很建議大家去買 但是這個 因為它打開 這個開關 就實在是太難了 那我有時候 如果我建議 平時開開的話 我建議 是就這樣 這樣裝 那這個可以不用用 那拿來放一些書 雜誌 那其實作為我的Background 其實我是很喜歡它在這裡的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 那接下來 還會有更多的分享片段 去發給大家的 那我也很需要你們的鼓勵 那現在其實是 已經是 我做了Youtuber 大概一個 小小Youtuber 大概做了一個月左右 那很開心 可以有這個平台跟大家去分享的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 我喜歡我的分享 也都想知道 接下來有什麼分享的話 那麻煩你可以like我的頻道 subscribe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IG 那今天就是我的講 廣東話的一個介紹的第一次 那很希望收到你們寶貴的意見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 或者想知道想問的問題 都可以隨時留言給我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 我喜歡我的頻道 就關注我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